公元228年9月 曹魏将领曹修在石庭被东吴将领陆迅打败 魏军大举东进 关中兵力空虚 诸葛亮得到了这个消息 便给兄长孙吴 票级将军诸葛锦写信 表示自己会配合孙吴 再次联手攻击魏国 此战的目标是 趁着吴国与曹魏数十万大军混战 拢右兵力空虚 迅速占领陈仓 以及隆右各处重要关隘 掐断隆右与关中联系 实现占据隆右 攻伐梁州的战略 纪汉北伐的路线 共有五条 第一次走的齐山道 此时魏军已经重点防守了 包邪道在赵云撤退时 烧毁了战道 也不能走了 紫吴谷 躺落到离隆右太远 也太险 所以陈仓道 就是蜀军最有可能走的道路 因此 曹真已经猜测到 纪汉会以陈仓做目标 便派将军好招 王生等千余人屯兵陈仓 重修陈仓城 除了城池坚固之外 好招等将士也准备了防御工程的器械 好招为人雄壮 少年从军 从底层逐渐晋升为杂号将军 镇守河西地区十余年 当地人民和外族都服从他 公元228年冬 诸葛亮率领大军 从散关出发来到陈仓城下 诸葛亮本来就听说陈仓坚固 等到了之后 看到陈仓城建在 一个离地面高近三十米的山坡上 背后是百米高的悬崖 两侧是险坡 巨是建城 一守南宫 诸葛亮看到陈仓城早有准备 又听说好招就在城中 大为吃惊 诸葛亮素闻 好招在河西时的威名 便让好招同乡人 靖祥在城外远远地劝降 面对诸葛亮数万大军 好招毫无句色说道 魏国有律法 靖卿你不是不知 某身受国恩 靖卿不必多言 某必以死报国 曹魏有志任制度 地方守将 家眷控制在北方一些重镇 用来保证他们的忠诚 如果有人投降或者反叛 那么他们的家眷就会受到牵连 好招 知道如果纪汉拿下陈仓 再取雍城 魏国就会失去 关中与隆佑的联系 因此他断定 曹魏一定会来援兵 面对诸葛亮数万大军 拒绝投降 诸葛亮无奈 只得下令攻城 陈仓城 三面环山 城小而坚固 只有正面百米长的城墙 可以进攻 发挥不出兵力优势 士兵扛着云梯 沿山路而上 好招命令放射火箭 云梯着火被毁 士兵用冲车撞击城门 好招马上命令士兵 用巨石把冲车砸碎 诸葛亮命令士兵建造井岸 居高临下向城内射箭 好招命令自己的士兵建立内墙 用来阻挡弓箭 诸葛亮又命令士兵挖地道 准备通过地道进入城内 好招听说了以后 命令士兵在城内挖了一条横沟 这样如果地道挖通了 就会进入沟内 等待他们的就是血量的大刀了 攻城战持续近20天 诸葛亮以数十倍的兵力 竟然没有攻破陈仓 完全超出了诸葛亮的预料 而吴国在石亭大胜后 剑好就收 回家过冬了 这让魏国有了喘息之机 得知陈仓被围后 雍州刺使郭怀在上规集结拢佑兵力 曹魏大将军曹真坐镇长安 派肺药帅本部军马前往救援 魏明帝曹锐担心肺药兵少 下诏把张和从方城召回洛阳 张和原统领的关中卫军主力 因大军调动时间长 仍在荆州方向 曹锐把洛阳进军三万人交给张和统领 并亲自到河南城为张和践行 席间 曹锐问 我们支援陈仓晚了 诸葛亮会不会已经拿下陈仓了 张和是知道陈仓一手难攻 也知道既汉军刚刚经历大败 又仓促起兵 数到运粮困难 诸葛亮不会携带太多粮草 便对曹锐说 估计我还没到陈仓 诸葛亮就该退走了 我掐指一算 诸葛亮最多还有十天粮草 局势果然如张和所料 诸葛亮得知张和来源 便料到东吴和曹魏 没有继续升级战士的意图 自己运粮困难 于是 诸葛亮便下令撤军 魏将王双 见诸葛亮撤退 而自己却并未建功 于是 他便心急火燎地 亲自率军追击蜀军 结果被诸葛亮扶兵所杀 这次北伐 如果东吴继续保持对曹魏的压力 让曹魏不敢抽掉援军支援陈仓 诸葛亮就有很大机会夺取隆佑 可惜 大家都是聪明人 不可能白白为别人做嫁衣 诸葛亮大军围攻陈仓 将曹魏关中和隆佑的大部分军马 吸引到陈仓城下 导致曹魏五都 因凭二郡守军空虚 第三次北伐的大幕已经拉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